5月22日,河南省多地迎来2019年住下后的首轮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升至32.8摄氏度 部分地区有中度干热风 河南气象部门连续发布柏鱼条干热风和高温橙色红色预警 在河南省会征州市,最高气温也升至37摄氏度以上 部分市民出行可为全副武装 帽子、口罩、防晒衣、太阳伞等防晒装备一样不少 没有准备的市民则拿起手中能遮阳的物品 尽可能为自己遮出一片阴凉 阳光直射区域行人不履匆匆 很少有市民开展户外活动 当日午后,河南高温预警、干润风预警的地势 数字不断攀升 截至下午四十区,共有158个地势 发布干热风和高温预警 林中市的气温则飙升至38.20摄氏度 小满时节,卖力渐满 河南是小麦种植大区 目前该省大部分地区小麦已进入冠江后期 玉西南、玉南地区已进入入熟期 河南气象部门表示 此次热干风对即将成熟的小麦影响不大 但对其他小麦产区 尤其是商情缴叉的麦田 干润风会降低光合作用速率 影响小麦正常灌江 这使小麦力动下降 因此,玉北、玉中、玉东 局部偏寒地区需重点防范 玉西南,玉西南的底部 强也有20 accepted 玉西南音